上海生花足球俱乐部12月10号在银河宾馆宣布成立 聘请原国家队教练徐根宝为生花足球俱乐部总教练 那么人员呢就是现有的上海队 再加上上海队的个别队员 上海生花足球俱乐部是上海第一家按照企业运行机制进行管理 与试题为彻底脱钩新颖的足球体制 标志上海足球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绿荫场上 那是93年年底大概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叫上海生花队 我一推门进去 协会坐在门口内 床边上 进去吧 你看这是谁 是从那时候就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我算中游吧 老的那时候算程耀东啊 李小啊 来了一批小的 吴承英啊 武明啊 谢辉啊 张勇等等 都不认识 还有两个外员 一个瓦罗家 又杀杀 队员们同生花俱乐部签订了有效期为两年的正式合约 从而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全新的上海生花足球俱乐部队的正式队员 他的这个变化不同 是这样的一个补充 当时徐志导就跟我们讲 他说 这个对你们相对年轻的球员来讲 是一种机会 这时候来了五虎将嘛 那时候正好是 谢辉啊 吴承英啊 承雪峰啊 吴明啊 还有张勇 所以我们的心态就是说能 通过自己努力能站稳脚跟是第一步 抢车 抢他 就抢他们 看他们怎么样 生花俱乐部足球队开训一月来 主要进行对形和对抗训练 每天上半天和下半天各训练一个半小时 星期天呢也加训半天 小伙子们的精神状态不错 奔跑呢也比较积极 基本上呢保持上海队原有的特色 原来我们训练的时候是不带护腿板 为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段抓带护腿板 如果谁不带 可以就是五百元 那时候有一点这个奖罚的这样的机制 三月上旬 全国贾A12强将在昆明海耿基地 接受体能测试 神花队的新年训练 紧紧围绕着体能基础训练进行 远远地看到四名神花队的队员们齐步跑来 定睛一看原来是范志毅他们 而奇怪的是边上的毛义君 则戴着一只大口罩 原来这是一种缺氧训练方法 是日本引进的技术 包括陈耀东啊 吴斌我们几个 都是在这个十二分钟跑上面 东迅期间是要下大功夫的 那么我们蹦鸟先飞吧 当时我自己我还创新一样的练习这个有氧的能力 职业联赛的第一年开始 一直到我退役那年 体测我虽然是困难户 但是我每年都能过关 经过最后的统计 上海神花队平均队员十二分钟跑的成绩呢 都在三千二百米以上 达到了欧洲职业球员的邀请 把周围生花队说 这个口号当时永远领先一步 其实那时候就想我们首先夺冠吧 就足球其实除了冠军没有第二 94年一年的这种队伍的磨合 打到了第三名 人家了解我们打法了 其实95年很多队伍也开始强了 我们记得第一场球好像是跟吉林打平了 今年的联赛第一场 深花队又同吉林队遭遇 缺乏封建攻击力的深花队破门乏术 最终一比一被吉林队逼平 深花队士气受挫 以至于下一场比赛中 败给了北京国安队 导致两轮战霸 深花队只击一分 最重要的是 这个四川全新 95年第二场 出场的队伍 就越冲顶的那个 徐根宝教练启用了国二小将 谢辉担任深花队前锋 身材高大的谢辉果然不负众望 开赛仅六分钟 就趁对方轮将赵磊 站位过前 投球公门得手 下半场开赛仅四分钟 深花队姚俊 右路突破后团中 后点插上的队长 五号范之一 逾越冲顶再下一城 深花队用好主场优势 以2比0取得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没有十年胜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 其实有碰到我一些 一些困难 实施战术打法的整个一个过程当中 有不顺的时候 那你十年胜 是通过前面这一段的总结 就坚信 这个战术打法必须实施下去 上海十花队昨天晚上在客场 以4比0大胜济南泰山队 打破了泰山队本年度主场不败的记录 上海十花队昨天客场 以3比1立刻天津三星队 十花队在今年甲A联赛前半程结束后 终于做上了头把教育 第十四轮比赛 十花队虽以一球小胜 创出七连胜的骄人战绩 但不可否认 这是十花队在近七场比赛中 踢的最糟糕的一场 上海十花足球队在刚刚结束的 全国足球甲A联赛的比赛中 主场以2比0战胜了广州太阳神队 取得了九连胜的骄人战绩 十花队取胜势头最不可打 以2比0战胜海牛队 以十连胜即41分的佳绩 继续穷居甲A榜首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足球甲A联赛 第20轮的比赛中 上海十花队主场以3比1战胜济南泰山队 深花队以吻获今年联赛的冠军 当时是倒数第三轮的比赛 我们在主场对山东泰山 只要我们赢了就可能锁定冠军 开场时候一天建了一个球 然后因为发现了一个失误 被板成了一笔 大概是40多分钟吧 那也是抓住了对方后卫的一次失误 一个远射打进了一个 应该说比较漂亮的进球吧 所以我也很开心觉得 当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 红头体育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过胜后的深花队员喜不自尽 队长范之意更是热泪盈眶 队员们和主教练徐根宝紧紧拥抱 欢庆着来之不易的胜利 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 这使队员们感到欣慰 也使全体上海球迷感到自豪 应该说当时我们球队 也是照气蓬勃向上的一种精神 总体来讲第一年取得了第三名 第二年就拿了个冠军 当时成绩也不错 所以在上海家喻户晓 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吧 那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 人生哪有几回波 不波不精彩 根本的确我们那时候付出 根本我们很多人 其实也享受足球 带给我们的方方面面 深花队队长范芝毅喜上加喜 中国足协技术委员会主任马克坚 向范芝毅颁发了 亚洲月度最佳运动员奖 本年度假夜联赛冠军上海深花队 战胜了足协杯冠军济南泰山队 获得了超霸杯 同时也抱了在足协杯决赛中 败给泰山队的一箭之仇 运气也蛮好 再加上现在说是周边的所有的队员给力 战术得当 十连胜也好 提前两轮也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 95年上海深花队 是以十连胜的这种辉煌 最后拿到了假夜联赛的冠军 但96年球队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那年我们遭遇了七连评 但是那年最后联赛 其实名次还是不错的 还是第二名 那会儿其实勤快叫的球队 不是很多 而上海深花队又一次就是 要吃螃蟹去了 所以我们97年开始请了第一位的外教 就是老科夫 三连派之前 我们刚刚换了教练就是安杰一 在连续这样的三个课场之前 课场对北京国安 课场对当时的大连万达 课场对研编 连续三个课场之前 然后换一个教练 其实这个行为是比较危险的 1997年的全国足球贾一联赛的第十轮 由上海深花队在客场出战 北京国安队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 深花队的新任波兰籍主教练 安杰一上任之后 所率领的第一场比赛 一比九 其实这场球还是印象很 前面有几个球可能存在一些 一些就是越位的嫌疑嘛 强行击巧是蛮好的 吴承英 吴承英也是咬紧了牙关 进球之后 丝毫看不到任何喜笑颜开的表情 投球再顶到进去里面 从我们这角度来看 这个球是越位 但是卡西亚诺 这投球顶进去了三比一 三比四比一之后 可能的场上也有一些失控 说白了 情绪受到影响是肯定的 北京官队又开始打反击 到了进去里面 再射门又进了 上半场比赛就快要结束 但比分已经变成了五比一 九比一那场球以后 你不是也是助就我们这批 他总有上上下下这个过程 九比一说完你就不踢了 也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要没有机会 去打回这个队 还在一比九输给北京以后 我们很困难的客场 占大连 占基岭 我们好像是三连败 上海生花队本轮北上延级 队员们似乎仍未摆脱一比九 和两场延副的阴影 以零比一赋予状态回升的延编队 后来通过一个间隙 后来逐步逐步又回升 再战胜了四川 我们整个队伍又起来 已经连败三场的上海生花队 在今天举行的贾一联赛 第三轮比赛中 客场挑战四川全新队 终于结束了连续七场不胜的战绩 九七年底我们主场打当时的大连万达吧 当时万达也是也是很很很强势的时候 五十五场不败嘛 五十五场把大连给断了 这场比赛我也记忆游戏了 等于是老红口的最后一场 那么又是对阵大连万达 这场比赛当中还有很多插曲 这场球拿下我们 就号称是每人讲了一场上场纳 那时候一连上场纳也要很厉害 要靠二十万了 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输入 我的内心我就告诉自己 这场球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赢 因为老的红口要结束了 就是不能让一场失败的比赛带露历史 九七全国足球贾一联赛 今天下午战霸最后一回来 本轮比赛的一场重头戏 在上海生花队与大连万达队之间 我们展开 生花队在主场输万名球迷的诸维生中 打得非常有气势 开赛不久 巴拉圭外援法德恰接丹尼斯庙传 禁射破网 2比0领先 上半场被追成2比2 其中判了我们一个点球 这个点球的制造者就是我 如果当时有VR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好球 铲得非常干净的 铲完以后 他的当时的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的外援金丝 倒在我身上 当时的裁判 直接就判你点球 我当时我在地上 我都没爬起来 就金丝压在我身上那一刻 其实我肋骨是被他压断了 后来为了这个球 当时我们的队长范之义去交涉 去理论 还吃到了红牌 由于万达外援金丝 在禁区内的手球嫌疑 未被主裁判王彦春察觉 万达的快速反击 令深花队大门 继一个有争议的点球之后 再告失手 深花队队长范志义 因为与王彦春争执而被罚出场 是张华我们罚到脚球 把我衣服撕坏了 我回去以后 他把我红牌直接滑下来 比赛停了10分钟 本来这场比赛打完 我可以连续三截 这场比赛 我那年大概全面就一张黄牌 就是他最后这场黄牌 又被对手追成2比2 小范又被罚掉 我们又少一点 当时我肋骨也疼 但是这个气 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你们赢下来 深花队迅速调整好情绪 以10人继续迎战 不久 助攻上前的后卫无兵与队友 打出绝妙的配合 并推设圆角重地 上半场结束前 刘军在左路开出任一球 外援丹尼斯 强点投球攻门得手 无兵丹尼斯的两力进球 使深花最终以4比2将大连万达先班 终结了万达不败的神话 同时也开始了深花 第一场球我传了两个嘛 一个角球 一个传无兵的那个球 下面传两个球 都是我们 我们在少一人的情况下 赢了当时 红极一时的万达 所以说那时候 要讲这一段呢 是整个队伍啊 真的就是冒足了劲 就是要把这场球拿下 要对得起 红厚体育场 深花在经历1比9的悲怆 和三连败的苦痛之后 他们真的是那样深切地明白 这支球队在球迷心中承担的责任 自强创辉煌 这句正不停地在媒介中出现的广告语 在深花的身上得到了极好的解释 贾一联赛时代 其实上海深花队 影员的内缘的思路 其实就是一句话 当时俱乐部的官员跟我们交流过 就是我们不在于多 每年可能就一两个 但是必须是最好的球员 此次欧楚良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深花队 成为该队自组建以来 引入的第一名非上海籍选手 其实我转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 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说 能跟深花队一块 夺得全部冠军 竹血杯决赛之前 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 背赛的决赛的实力了 一个是95年的 初协杯决赛 还有一次就是97年的 初协杯决赛 我们通过了前几年的整个的 就是磨练之后 再加上这个目的系的教练 来了之后 可能打法战术上 应该还是比较占用的 下半场开始之后 深花队全力进攻 在第74分钟和80分钟时 由32号马赛罗连下两成 将比分搬平 并最终以4比2的总比分晋级决赛 赢得山东以后呢 就是这个冠军我们是自在必得的 大家其实都是卯着一股劲儿 一定要拿一个冠军 30分钟时 吴冰在对方队员的推桑之下 手球犯规 幸好欧楚良将功补过 神奇般的把哈吉主发的点球挡在门外 深花队艰难的以2比1险胜天润队 并以4比2的总比分 如愿以偿的赢得了足协杯的冠军 国家队门将欧楚良 也在加盟深花之后的第一个赛季 在这么关键的比赛里 他也是铺出了一点球 他最后也成为了这个冠军的球员之一 因为毕竟我们这批嘛 就很清楚 到冠军阶段 我们怎么来调整我们的这样的状态 就是弥补了我们95年 在客场竖给散动 深花队30年当中 本土球员说起来 大家印象最深的 首先就是95年夺冠的那一批 比他们小一批的 像孙吉孙祥 两兄弟杜威他们 因为当时有先02队打完全运会之后 到底下一步什么安排 可能谁都不知道啊 结果他们第二年 一年前还比较迷茫这些球员 第二年 其实就站在了贾余联赛的赛场上 后来看来呢 这笔投资其实还是非常值得的 深花队主场7比1大胜81队 创造了球队历史上获胜的最大比分记录 吉祥兄弟的那次巧妙配合 堪称球员间精诚合作的典范 当时进球就是我下到底 然后假动作骗过了对方嘛 看到老儿过来 其实就传了个低平球给他 其实这个球就是我位置就跑到这个位置 我想如果随便哪一个队员跑到这个位置 他也一样传出来 也有可能或许第一脚那个队员或许就能打进 因为右脚不是我的强项嘛 还好就是运气比较好 那个球没弹远 跟上左脚打进去了 在整个这个国际足坛来讲的话 你像这个双胞胎兄弟一块 为同一支球队俱乐部队也好 国家队也好 效力 这个本身就是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新鲜 结果我们看孙琦左脚把球传到进去里面 哎 球进了 这是14号孙祥 突然间的后插上 哎 这真是无心插流 刘成英啊 他们这一批的被冠以超白晶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名号 让大家对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的前景 也是寄予厚望 第28分钟 杜威接孙祥任意球船中高高跃起 将球顶入网窝 这是杜威甲英联赛生涯的第一绿足球 也是2003赛季生花队的第一个主场进球 一直以来他都被看作是范志毅的接班人 下半场最后阶段 刘军被换下场后 神花队的队长秀标带在了杜威的手臂上 杜威也因此成为神花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场上队长 比较高兴因为贾连赛还没进球 上次进球还是冠军杯时候进球 所以应该说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吧 我想希望还会是努力吧 我们队里面当时有六七个队长 但是最后教练组决定了把这个队长给最年轻的杜威来当 所以2003年我们当时就是杜威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么一个球员 成为了球队的队长 而后面他也证明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称职的队长 杜威在本方大禁区附近断球后 长途奔袭近70米后 在禁区县附近右脚发炮六射 李帅边场墨迹生花队追上一分 其实在02队那一波球员里面 余涛效力生花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而且我觉得余涛其实给生花球迷留下的很多印象深刻的时刻 包括有一次那个拼命三郎重庆的那场课场 他当时一度在场上都吐血嘛 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时 崇敬力班队获得小球机会 余涛投球解围时撞在对方球员使军的头部 当即倒地不起 给撞了一下之后 我当时有什么都忘了 主要是头这里有点晕 主要是给撞的嘛 撞 当时撞完以后 现在就感觉人还有点晕 其他倒没有什么 比赛结束后 余涛换上了一件186号的特质球衣 绕场一周 答谢球迷 现场的热情气氛 让余涛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很感谢去俱乐部 我在这里 这个生花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作为我来说 我希望我的梦也能在这里结束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上海生花队 也是国内很多顶级球员都想来加盟的一个俱乐部 从当时的曲生青开始 张宁宁肖战波 包括到后的李伟峰 那会儿没有手机 没有拍下来挺遗憾的 就是李伟峰当时换上生花的装备 就是非常开心 觉得得偿所愿的那感觉 到了上海之后 我觉得上海生花足球俱乐部 是一支非常规范的足球俱乐部 而且上海生花的球迷也是全中国最好的球迷 所以当时转回到上海生花足球俱乐部之后 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 实际上除了国内球员的引进之外 生花在外园引进上 依然是走在国内俱乐部的前沿 甲烟连在最早的时候外园是先有没有的问题 而上海生花队最早吃螃蟹的 比如当时的那个我们几个外园 从最早的瓦洛家高家 让我们非常惊喜之外 生花开始引进大牌的球员 比如说佩雷斯 南科维奇 索萨 都是带着光环来到生花俱乐部的 南科维奇是亲子 生花队里每一个球员都这样称赞他 今天他继上一场一人独进两球之后 再一次帮助生花在客场反超速离国安 也打进了本轮的最佳进球之一 阿尔贝茨是上海生花队的第一位 获得当年就是中国足球先生的一个外援 而且我们以前确实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引进过这样级别的球员 他的组织 他节奏的掌控 他的远射 他的任意球 更主要的我觉得阿尔贝茨身上的这种品格和素质 做好人 踢好球 一直是生花俱乐部对于球员的要求 而阿尔就是这样一个得计双新的典范 去年春天飞点肆虐的时候 阿尔是最终唯一一个留在中国的外籍球员 期间他积极参加慈善活动 为飞点病人和医务工作者募捐 并慷慨解难五万元 成为支援中国抗击飞点的外籍友人代言 这两个年是很难说再见 你过两年来说再见 那些球员对我非常好 他们像家庭 他们在中国在美国非常欢迎 其实2007年 包括2008年那两年 生花队的国内球员的班底 包括当时我们的外援能力 是完全可以去冲击联赛冠军的 当然可能因为内部的很多问题 没有完全理顺 其实那两个年呢 我们唯一拿到一个有份上的冠军 就是A3联赛的冠军 当比赛最后以成男一和护胜而宣告结束时 生花队员们马上沸腾起来 他们把热烈的亲吻和熊豹 第一个献给了吉梅内斯 我感觉挺不容易吧 因为从年初到那么多坎坷吧 因为说那么多变动我们能 怎么说拿到 怎么说A3有办以来 回一回 中文队拿过去 其实2008赛季呢 上海生花队 我觉得经历了很多 包括最后啊 经历了很多 让我们至今都觉得 不可思议的比赛和这种时刻 特别是各场队辽宁的比赛 那场平局最后 并没有阻止辽宁队的降级 但却对生花队那年夺冠 是在带来一个很致命的影响 2008年 我觉得绝对上海生花队 过去这么多年 20年龄吧 离联赛冠军最近的一次 缴风正进的辽宁队 在第89分钟 将场上比分 神奇地追成了4比4 而这一比赛结果 很可能对生花的夺冠前景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可惜重压之下 李卡德的罚球太正 被江波扑出 就是这个点球不进 导致了生花错失冠军 没什么可说的吧 我觉得还是自己没有打好吧 我想球员还是非常努力的 但是没有办法 足球就是这样 我想就像一场梦一样吧 2010赛季 我想又是一个 对生花球迷来说 记忆深刻的赛季 这个赛季 生花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 向冠军发起了冲击 冯元亮 宋伯轩 邱天一 吴希 和李亚斯科斯等11名新人 一一亮相 于是生花将在新赛季 彻底改头换面 年轻队员都是一些 刚刚从全运会下来的一些 没有怎么打过职业联赛 但是都是 非常有这种饥饿感的球员 包括当时吴希 还有王大蕾这一波 其实我从小最喜欢的球队就是生花 然后后来能够去有兴趣加盟 包括在这儿能够去职业上有一个成长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也是原来小时候一个梦 第一个进球是跟天津 当时我记得还是坤哥 江坤给我 也是一个倒三角 也是经常练的 冯仁亮和宋伯轩 他们的出道可以说惊艳了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 他们也一跃成为了国内的顶级新星 好的 连续突破过人 自己突破 漂亮 小江冯仁亮 创造出了一次极为精彩的个人突破射门 原来说很羞愤吧 在生花队第一次进球 能为队里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自己觉得非常骄傲吧 进小峰踢得很好 两个打门都很漂亮 我在这里也撕破了 好球 孙伯轩 漂亮 生花什么都可以丢 但是精神不可以丢 然后你要说最成功的外员呢 我们肯定要想到雅兹克斯 因此拿到了中超先生 拿到了最佳球员这样的荣誉 精靴这样的荣誉 作为中超赛场最为耀眼的双料MVP 李亚斯克斯为生花贡献了20球 打破了生花历史上单赛季进球记录 今晚李亚斯克斯真的是大有收获 一个人拿到了最重的两座个人奖杯 在今年这么多的进球中 20个联赛的入球中 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个进球 我最喜欢的一个进球 是和一支穿着黄色的球服的球队 我带球长驱直入攻入的那个球 生花队前场一个三打三的局面 好球 好的 有了 再晃掉 漂亮 好球 好球 李亚斯克斯打进了其个人本赛季 第18个锦球3比2 生花队后来居上将比分反超领先 2012赛季的联赛中段 德洛巴加盟了上海生花 他不是养老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完全他的那个能力 在欧洲是继续可以立足的 并且是在顶级俱乐部可以立足的 刚刚在欧冠决赛里拿了MVP 拿了冠军 然后来到了中超 他无论是对对手球迷 对对手的球员 还是对我们本队的队友来说 都是一种很强烈的震撼 后来生花阶级的场面 很多生花球迷津津乐道 但至今没有能够复刻 2012年德洛巴飞敌浦东机场的那一幕 8点07分魔兽在众人的拥促之下 出现在了23号出口 他身穿一件裸色衬衫 脖子上挂着耳机 虽然经历了长途飞行 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德洛巴 还是神采奕奕 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型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大型的地方 我非常感激烈 我感到很小 我希望他们说 这季节是一个难的地方 但我希望 在时间上 我们将强烈的东西 赢得到这个球队 他在生花队 就是给生花队很多队友 其实做出了一种表率 就是世界顶级球员是怎么样去训练的 即便他到了这个年龄 到了这个水平 他在抗桥基地 每天训练完他都要加练 德洛巴那个赛季 虽然在生花的进球并不多 但是德洛巴在球场上 给生花队友 以及对手所带来的震撼 是非常令人深刻的 莫雷诺 好球 漂亮 德洛巴 德洛巴迎来了自己 在中超联赛中的首个进球 而且是在主场打进 德洛巴 德洛巴小角度上门 又进了 这种球 换个球员可能就打不进 德洛巴没看二度 身体的这种强悍程度 我们都知道那年 特别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时他跟天津队的球员 曹阳发生一次身体接触 在以往的印象中 可能其他球员会倒退 但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是 曹阳最后因为骨折而伤停了 很长一段时间 2012赛季的中期 跟着德洛巴一起加盟生花的 还有一位哥伦比亚的中场球员 吉奥·莫雷诺 他不但成为了生花的队长 同时也是生花的历史射手 头戴棒球帽 一身休闲打扮 手推行李车的莫雷诺 现身普通机场 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尽管周车劳顿 但这位哥伦比亚国脚 仍然心情波加 可能当时很多球迷都没有注意到这名球员 因为光环都在德洛巴和阿奈尔卡身上 来的时候跟他说的是 来请你过来 就给德洛巴和阿奈尔卡来输送炮弹的 结果其实是半个赛季之后 那两人就走了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测试太多 因为我必须完成一个工作 当时以为他会是过客 结果没想到 他确实成为了球队的传奇和轰勋队长 这是刚来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想到的 2013赛季 他带领这支球队成为了中超赛场 惹不起的生花队 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生花在主场面对长春亚太的那场比赛 落后的情况下 莫林洛下半场在左边路用两次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过人和射门 让生花最终完成了力转 在生花的黄金大档中 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28号曹云定和23号百家俊 曹云定是属于零起的 不管是他人球结合 包括他突破摆脱 他是很自信的一个队 从小的一个梦想 而且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能到这个队能踢球 从小就算和我爸聊起来也是 我爸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精神花 而且一踢踢那么多年 第一次进球我应该记得 第一次进球应该是和颜边 因为图鞋杯我第一个进球 第一个进球来得挺晚的 第一个进球不是说就是我加盟生花 就很快就来 应该挺晚的 应该半年以后了 特别兴奋吧 特别特别兴奋 他们俩不光是平时生活中是好朋友 而且他们场上确实在这个左路呢 是形成了一种很大的默契 在比赛中经常会有一些比较默契的一种配合 也在很多比赛中完成的进球 他们真正的大方异彩是从2015赛季开始 生花开局的三连胜 第三场比赛是在主场面对天津太达 百家俊和曹云定在左边路连续地传球 最后百家俊一击自命 生花1比0击败了对手 内部回传 百家俊好球 百家俊 漂亮 百家俊 还是所路的这一对兄弟完成的配合 和他也一起很多年了吧 大家比较默契 然后一些生活当中也 也会讨论一些就是比赛当中 大家怎么应该更默契一点 以前两个人一个房间 就是我和他两个一个房间的嘛 平时生活还是厂商都有很多的交流 熟悉的配合或默契 都是厂销一点一滴就是积累的 2015年卡西尔的降临又一次掀起了 普通机场的阶级高潮 因为当时卡西尔刚刚在亚洲杯的 八分之一决赛中淘汰了中国队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进球 生花俱乐部与卡西尔取得了联系 并最终将他引进 卡西尔身穿蓝色的短袖生花队球衣 戴着一根生花围巾走出出口 球迷们的热情也在第一时间感染到了 这名澳大利亚国脚 你好 新年快乐 因为特别是 OFF 卡西尔拳击重调的经典动作也成为了那一个赛季 红口球场球迷们最为期待的一个场景 卡西尔这次终于进球 一直等到第七轮 在红口球场才看到了卡西尔组合拳 攻击角齐的庆祝动作 这也是他在中超联赛的手球 人们常常说中国 是一个国家只为钱 当我说中国 我都去到每个亚洲国家 都去到国家 所以我明白 这些人们第一个想法是 是一个地方的 在上海的地方 他们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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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上海 是一个很棒的球 15年生华队进决赛的时候 当时联赛名次是在江苏的前面的 是当时上海生华队 是更被看好的那一方 因为我们在联赛中 轻取江苏瞬间 同时在卓鲜飞决赛的第一回合 也是客场0比0一与对手占平 所以可能心理上有种优势 但是在比赛中往往最后是 不被看好那个球队最后拿到了冠决 撒米尔 小心 撒米尔 哎呀 109分钟的时候 撒米尔完成了一次 很可能是对生华队的致命绝杀 当时我在场边目睹了 像卡歇尔 莫雷洛 还有其他球员 非常失落 非常失望的那一刻 他们用毛巾包住头 靠在替补席上 我记得我只赢了冠军 我当时是一位球员 在外面站在外面 看杨苏押准备 然后祝福 你必须要理解 为什么你赢了 你也必须要成为一个男人 然后把你赢了 因为如果那些球员 要站在那里哭 然后看到那 我必须要成为一个男人 为了败的败 所有人的痛苦 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中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失败 我想17年 生花才能够 在竹鞋杯的决赛里面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实现了利息 但是我们想多快 但是心里 说实话 有几个人心里觉得 我们一定能达到冠军 没有人在这样想 但是我们都 本来就是 就是把我自己所有的东西 都发挥在场上 拼尽我们所有的 要这样说 那个助攻就是 当时拿球 然后那个曹云定 他叫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知道 就打完二国一 打完二国一过后 就往中间就是一横传 然后就看到马丁丝 就感觉这就进了 怎么说呢 我自己最深刻的 也就特场和那个 上岗那个进球 应该是最深刻的 因为那时候的上岗 确实无比强大 又是曹云定 接好有百家俊传球 帮助申花将比分翻平 同时这个宝贵的客场进球 让申花立刻占据了 比赛的主动权 我从小就是申花的球迷 是吧 能在申花校里 能为申花取得冠军 从小就行 谢谢这五年 在这五年里 真的让我感到在家里 我感到很高兴 能够给你这一场比赛 生花队的中后卫 对于中国国家队的中后卫 位置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中国男足又一次试渔赛的第一场比赛中 这个朱武和蒋四的中卫组合 已经开始闪亮登场 2018赛季 9900T队的球员进入到生花队 那个球队的球员我们现在看 包括从蒋胜龙 朱晨杰到徐浩阳 可能也是未来这么五六年里面 上海生花队的一个国内的核心班底 刚刚回国的九名优势九国亲队员 与前根宝重名9900T队队队友一起 正式亮相 两批生花冠军队成员 范志毅 毛义军 曹云定 为这些生花新成员戴上围巾 并勉励他们为生花夺取更多胜利 我觉得成为生花的一员 肯定感觉不一样吧 在中少这样的平台 包括后来自己也上场 提了比赛 能感受到在这样平台中 对自己的成长是很大的 当时的主教练吴金贵指导 非常大胆地将朱晨杰推上了 主力中位的位置 那时候朱晨杰还只有18岁 而蒋胜龙也是在那个赛季 获得了第一次中超出战的锻炼机会 他也刷新并且至今是生花队史最年轻出场球员的记录保持者 成长吧 让自己更加的熟练 更加的有经验吧 我记得当时也是舞蹈 在那一年 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 可能第一场出战又是说话会有这个紧张吧 但我其实当时还好 后来朱晨杰也在对阵广州富力的比赛中 打进了00后球员在中超赛场的第一个金球员 再后来他又成为生花队史最年轻的队长 那场比赛也没有过多的去想 但是能够自己为生花进第一个进球 首先心里非常高兴 然后感觉也是很梦幻吧 大家在这个主场都喊着我的名字 好球 有了 朱晨杰 小将朱晨杰 打赏了他在顶级联赛中的首个进球 漂亮 这球非常漂亮 生花的5号是有很大的意义 有很多前辈都是非常有能力的球员 在国家队也算是这个中间力量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要继续加强努力吧 然后希望通过自己努力 就不断地去追赶他们 希望他能把这个5号能这样传承下去 所有人都觉得生花的未来可以值得期待 而在2019赛季那个赛季的联赛打得非常的令人失望 那一个赛季大家都非常不容易吧 然后联赛我们也是就是为了这个暴击 然后一直在努力 2019年竹鞋盃第二回合的赛前 生花队官宣了与功勋队长莫连路的续约 在俱乐部准备的仪式上 莫队接过了象征队史最佳射手的金靴奖杯 他亲自向全场球迷官宣了自己与生花续约的消息 现场顿时欢声雷动 借着这个好兆头 真花也在组场 让所有人非常惊讶地 以3比0逆袭击败了山东泰山 同取了竹鞋盃的冠军 打 漂亮 金星宇在60分钟的时候 扳平了场上比分 夏拉维左脚 有了 太漂亮了 从那一个晚上开始 中国独团又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梗 那就是三门棍 证明了自己吧 所有人 我认识领导层 教练 还有我们自己 球员 都证明了我们自己 感谢吧 感谢教练员 感谢所有的 球员 今天的拼搏 然后感谢所有的工作团队 作为效力生花时间最长的外援 除了帮助球队两朵足鞋盃 球场之外 生花队长莫雷诺也热心公益事业 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在2020年上海市白雨兰纪念奖的评选中 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位体育圈获奖人 三联赛会制的比赛对于生花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好在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老队员帮助全队渡过了难关 比如曹云定 埃迪 还有陆续加盟生花的 吴熙 余翰超 本来以为他们来生花是慢慢养老的 但是没想到他们就像成年加量 越老越香 就有两个瞬间 一个是第一次加盟 还有一个就是 再回来的时候 因为当时生花第一个打江花来 让我再回来的 然后真正就回到基地 我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熟悉的感觉 比赛的第64分钟 吴熙展现了标志性的后插上射门能力 接应莫雷诺漂亮的回座 轻松推射门门 这也是吴熙时隔3129天 再度为生花取得进球 太新用这种方式 第一场比赛能够取得进球 然后看到这么多球迷 看我名字 也被球队呐喊主队 也非常感动 刚刚过去的2023赛季 生花队前半段打出了 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惊艳的比赛内容 生花新赛季的头三场比赛 都体现出几乎相同的特点 球队牺牲控球率 在防守上全情投入 老将 新人 外援都有进球 三个高效的1比0 让球队取得开季三连胜 中超联赛第四轮上海得比 上海生花依靠 于汉超下半场的进球 客场站平上海海港继续保持不败 很多人说 于汉超的职业生涯 是被生花拯救了 而他也用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让所有人感谢他 这个赛季 于汉超一共打进了9例进球 其中足鞋杯的比赛中 于汉超打进了三个进球 更是价值连城 费尔兰多和于汉超在最后五分钟 连下两成逆转的比赛 于汉超更是以36岁118天的年龄 打破卢奔索萨的记录 成为生花队史正式比赛年龄最大的进球队员 这场比赛我们打的比较艰苦 非常艰苦 最后是他在立场比赛 一场精彩的比赛 哇 看这条漂亮 于汉超二点跟进 面对守卫安冷静的一地挑射 上海生花队取得进球 这样场上的比分 改写成了1比0 上海生花队领先 做好了基本的防守 把防守做好了 让对方有机会 我们就会有机会 所以有了机会 我把握住 这个为球队带来这个胜利 很开心 上庭不时六分钟 主打扮哨音响起 全场比赛结束 上海生花队以1比0 战胜了山东泰山队 就像一支球队 总有一个里程碑的比赛吧 我希望这场比赛 这个冠军会给这个新的生花 带来一个里程碑的这个起点 希望这个生花 年轻的生花 未来创造更多的辉煌 这一座冠军也是生花 送给自己的30岁礼物 希望他和过往的无数荣耀一起 成为生花30年历史的见证者 也激励着球队在未来形象远方 正好在这个30周年的时候 我们能拿到这个足球杯冠军 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今年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球队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肯定 所以今年的冠军拿到 我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生花30年一代又一代的球员 因为他们一代一代的表现 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 共同组成了生花30年的拼图 都是生花3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老生花 新生花 都代表着城市的一种品格和精神 所以无论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身上都留着生花的血液 生花的成长来讲 它还是刚刚到了三十而立的一个年纪 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我希望我们生花队能为中国足球 能为上海带来更多的精力 越来越符合这个城市 把我们的球迷赋予它的这个期望 真的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达到这种百年 包括像国外俱乐品这种 所以需要去承担更多的东西 更好的时刻肯定是 架一个精神吧 我也希望我能在生花 再多提几年 为这个城市能赢得更多的荣光荣誉 真正的是能代表一个 上海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个魅力 救星最早提出的口号 永远累见 七十一年 五十一年 明镜与这种店 大约 十一年 百年 十二年 百年 十二年 十一年 百年